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分享留言按赞 请记得要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好 我们今天报纸新闻先从台风的消息看起 刚刚跟预报员的连线呢 关心平先生告诉大家说这个米塔台风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海陆台风警报现在都已经发布了 这个台风现在开始暴风圈已经慢慢的开始进入了台湾的附近海域当中了 现在大概今天的下半天开始到明天的清晨之间的 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大的时候 以这个东北部来说一整天甚至到明天清晨都有影响 那么南部地区的影响当然是比较小的 大概台风影响最大的时候是今天深夜十一十二点左右的这个时间了 所以朋友们今天呢其实有蛮多地方都放台风架北部地区来说 中南部今天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今天呢出门一定要特别留意您的安全 在雨事方面呢今天在联合报的那页也说 米塔估计在雨量方面大概上看六百毫米 今天在高铁跟台铁方面呢中午之前都是正常营运的 而有些海空有多航班取消 搭飞机啊尤其是些国内线方面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哦 好 另外我们看到在体育方面的焦点 我们把焦点放到恰恰昨天的这个隐退赛 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 联合报头版都看到恰恰的隐退 满场的黄潮内海 这是中职史上最震撼的一战 昨天晚上破纪录的两万零两百二十三名球迷 涌入了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整座球场都被黄潮给包围了 要向中职的超人气王 恰恰彭正敏说再见 美中不足的是呢中型兄弟昨天是一比二 不敌富邦汉将 无缘在同日抛下下半季的蜂王彩带 昨天恰恰他的单场三打数没有安打 但是呢没有让他的这个退赛有任何的失色 昨天球迷呢也都忍不住泪水 那么恰恰他在自然事前已经拟好有讲稿 但是止不住泪水 让全场的球迷也都跟着掉泪了 谈起家人的时候呢 恰恰他更是忍了很久的泪水一涌而出 道出了无尽的感谢 昨天有一个像是穿越剧的场景 昨天赛前的开球仪式呢 让时光倒转回19年前 那个时候恰恰刚踏到球场上 彭正敏的职棒生涯的第一打席 由当时的彭正敏面对的第一名投手 谢成勋来登板哦 也就是恰恰进行投打对决 等于说穿越到了19年前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这也是昨天蛮特别的地方 好今天当报纸对于彭正敏的隐退 都有蛮多的一些报道 我觉得今天这个恰恰他的背影 算是非常的有戏哦 我们给着看直播的朋友看一下 像联合报今天投板当中的图片 就看到恰恰他的23号的球衣这个背号 另外在自由时报今天的运动版面的 这个恰恰他跟爸爸最后是手牵着手 最后绕场的这张照片呢 看起来也让人从他们长长的 这个地上的影子呢 看到这两个人的背影 其实也真的是蛮有戏的 昨天有很多人都说恰恰不要退 好昨天在台北另外一个场合是 称香港的这个游行 中文时报间在投板二题 提到说昨天其实包括了台北在内 在新竹啦 还有台南高雄花莲等地 还有在台中等 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游行活动 全世界总共40多个城市 都有声援香港的活动哦 蔡英文总统昨天强调说 我们会并肩陪伴香港 追求民主化这条路 而香港的网友发起 全球反击全大游行 也爆发了多起激烈的冲突事件 在台北这边的人数方面呢 大概超过一万人冒雨游行 自由时报的数据则说 在台湾这边大概有十万人哦 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好像是蛮惊人的 中文时报今天在投板当中是 香港昨天的这个冲突事件 这港载地铁站这边有人纵火 还有呢有示威者向香港政府总部附近投掷燃烧弹 期间警方有多次释放催泪弹 并且突动了水炮车 在抗争行动当中还发生说 有一位印尼籍的女记者 在冲突当中她的眼部中弹了 也传出有一次乔装示威者的远警 对空开枪示警 自由时报今天在投板头条是何韵诗 何韵诗昨天人到了台北这边来参加 这个凯港大游行活动 但是在媒体联访的时候呢 她遭到了统促党的这个两个人 从后方拨了红漆攻击 所以看到这照片当中 就何韵诗她的后脑勺 到她的这个脖子这边都被泼洒了红漆 何韵诗则强调说 面对红色恐怖 我们真的不能够退 好至于昨天呢 所行凶的这统促党的成员 两名男子 昨天以现行犯遭到逮捕 预计在今天完成笔录之后 会依涉嫌公然侮辱 强制毁损罪根妨害 集会游行来送办 好昨天何韵诗来到台湾 可以参加游行 不过您还记得吗 之前大陆学者李毅来到台湾之后 马上就遭到驱逐 所以有说民进党是不是两套标准呢 移民署在昨天晚上做出了说明 说何韵诗所发表的是 捍卫民主自由的言论 而且他参加这个合法游行 有事先报备 至于李毅申请观光来台 却是主张武统台湾 所以两者是有所不同的 移民署昨天的一个说明 自由时报今天在内夜当中有 10月1号中国大陆这边的大阅兵 中国秀肌肉 而外国媒体说可能会公开东风 41型飞弹要挑战美国 政治方面的焦点看到的是 昨天在蔡英文这边的 蔡英文总统 他在拼连任的一些做法 联合报内夜说选战倒数将破百天 昨天一天当中就成立了多个后援会 蔡英文凭连任强化陆战部队 昨天的一点有多个后援会的成立 还有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会不会所谓的蔡赖配呢 说蔡赖24号曾经私下会面 消息传出之后 两个人到底是谈蔡赖和还是蔡赖配 引发了各方不同的解读 而爆料这个消息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昨天表示说蔡赖和还是蔡赖配 应该由两个当事人一起宣布 他我们又不是太监 大家急什么呢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吗 今天联合报就说 蔡赖如果要搭配的话呢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 先重建彼此的信任 联合报今天内夜有代夫出征的李嘉芬呢 他在韩国瑜这边 昨天到了台中 台中挺韩后援会的成立 红黑大佬站台展现团结 李嘉芬的情绪非常的激昂 他说从来就没有看过候选人被抹黑成这个样子 李嘉芬说他不相信黑暗一定是能够战胜光明的 他相信光明一定是获胜的一方 另外就是抗黑 在韩团队的三招反制 就是三个反制措施 强调会调整韩国瑜的发言 减少被黑的素材跟机会 并且对于不时的报道要提告 另外会再利用攻击来代替防守 加强监督执政党的火力 蓝绿进入了对决的一个战斗模式当中了 但今天联合报也有提醒说 韩国瑜在雪战毕竟倒数100天 要加紧冲刺一定要冲出寒温层 这样子争取中间选民才能够再造寒流 联邦今天那页说这新版的台北法案 说与台湾断交国 美国并没有一些新的做法 原来就是台湾这边的台北法案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所通过的 最近所公布的最新版本 发现其实调整了不少的内容 这新增的国会意见认为 美台应该要进行双边的贸易谈判 但是在授权所谓行政部门 针对跟台湾断交国家所采取的一些行动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制裁措施 在文字上面看到并不如原本所预期的强烈 新版本也并没有要求国务院来提出报告 最近联合报就提醒说 美国是口惠而实不至 小心台湾变成弃子 好在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当中说 以后在这个相关的法案修正之后呢 玩具枪改造成为具有杀伤力的非法枪支 至少将处七年的刑期要严惩不法 还有就是一个钢管舞的大赛 说这个高中的一个公民老师呢 他拿下了青壮年组的银牌 这公民老师跳钢管舞 自由时报把它做到了头版的位置当中 好另外在动卵的消息 联合报今天说 动卵的女性越来越多了 医生说在34岁之前呢 就是动卵的话呢 以后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动卵的女性北多于男 取卵一次大概至少就要花10万块钱 经济日报间 今天头版头条平盖三王的营收 外资畅旺 花旗里昂等六券商 看好台积电的九月份的业绩维持高档 另外鸿海跟大力光都挑战新高 任正非说呢 在华为这边要拉拢非美国的供应链 明年要自主生产5G设备 量产方面将可以翻倍 国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台速四宝 第三季比第二季要来得赚 216亿元的股息入账 预估在第四季的时候表现会更好 另外在警讯方面 台股的IPO的加速减少了40% 前七个月上市贵跟新贵合计只有33家 旺报的头版头条是大陆的十一长假 两岸冷 所以台湾旅游业的进账比去年大减了33亿元 日本的消费税明天开始要涨到10%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